你终于回 一程 怎么是你啊 这么晚了什么事 你不请我进去啊 我其实听说 陆离跟你离婚了 听谁说的 子彤不小心说出来的 现在公司都传遍了 他们说是因为我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那就好 要是陆离 对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我可以亲自去解释 你跟他解释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跟我离婚 我就说小女孩的心思 就是这样 阴晴不定的 他肯定觉得没意思了呗 没意思 是啊 我其实知道你是被迫结婚的 其实你们两个离婚 也算是挽回损失了 谁跟你说我是被迫的 谁说的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现在自由了 陆离她毕竟年纪还小 做事情又很冲动 也从来不站在你的角度上 去思考问题 这段时间我看下来了 她是真的不适合你 你们俩分开也是好事情 她是不适合我心里知道 不用你提醒 你伤还没好 赶紧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 我如果刚才说的话让你不舒服 我和你道歉 我只是担心你 我最近就是压的事太多了 比较烦 快回去吧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我先回去了 没关系 我先回去了 时间还长 一场 你总有一天 会重新回到我身边的 洛璃 你到底还在幻想什么 我睡觉 你干吗 我睡觉 我睡觉 我开启 我睡觉 你天氣 我睡觉 你哪里 我去睡觉 你一点 你干什么干什么 我看电视剧呢 新闻马上要开始了 这电视剧要看 国家大事也要关心一下的嘛 是不是 关心国家大事哈 这家里的事情不关心的 让你给女儿买的土鸡呢 这 这不是今天去没想到吗 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谁呀 这我谁呀 来了啊 小黎 这么晚回来啊 小姜呢 没送你 我一个人回来的 快进来 小黎 来 快进来 快进来吧 你这是要出差吗 你这是要出差吗 爸 妈 我辞职了 爸 家里有速效救星丸吗 好像有 那你拿出来吧 等会儿 如果你们心脚痛的话 可以吃上一粒 等等 我跟你爸心脏都挺好的 我跟你爸心脏都挺好的 说吧 你跟江亦诚 到底怎么了 他真正喜欢的人回来了 所以 我选择退出 退出 什么意思 你们已经结婚了呀 爸 妈 对不起啊 我失败了 什么东西失败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今天 办手续了吗 还没有 好 离婚协议已经欠了 离婚 不是 你们要离婚 小黎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爸爸 是不是江亦诚 逼着你要离的 抄他去 爸 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 为什么 结婚的时候 你跟我说 比起失败 你更害怕后悔 你现在后悔了吗 我不后悔 如果 没有这段时光 我根本就无法明白 单方面的付出 毫无原则的退让 是永远 无法赢得喜欢呢 妈 这段婚姻 本来就是我强求的 现在只不过 一切回到原点罢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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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